而为了防止污染 环保署已经制定法规 管制或淘汰高污染的二行乘机车 而屏东县府也呼应环保政策 拟定了城乡低碳自制草案 将要来限制二行乘机车的骑程 不过这也引发了古董车友的争论 而在召开公厅会之后 现在屏东县府决定了 要以古董车文化资产的专案方式 让老旧的二行乘机车可以继续上路 也能对老车的这个怀旧回忆 交流感情可以延续 这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车友们骑着机车来到车聚的场所相聚 他们的机车都是现在很少见的二行乘机车 有意大利的韦斯牌和日本的Kawasaki 车铃至少都在30年以上 车友聚在一起聊的事情 全都围绕在车子上面 那个气缸头 火塞船口 过热 引擎过热会火塞船口 去哪边的野餐 就铁桥 就铁桥 趁着好天气 车游是一定要的 选定地点 铺上垫子 轻松协议的野餐 在空旷的蓝天绿地间 尽情尽性地上演 加油啊 加油啊 这群车友来自高雄和屏东 因为有共同的喜爱 而结为好友 对啊 介绍超多朋友的 不然平时都没朋友 边缘人 就因为车子 然后认识很多朋友 还有因此相爱 而走上红毯的那一端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韦斯牌 然后就是会 就刚好又有认识一些车友 都会一起骑车出去玩 对啊 然后就有共同的话题 这家机车行 也是凝聚车友的地点 他们会来这里修车子 因为老板也是老车的知己 很多都会跑过来我这边修 因为要修这种车的人 也不是很多 眼前看到的这些 犹如新车的老车 很难想象 他们之前是被丢弃在 租卷或仓库里 新的主人 印着延续对长辈的情感 或是存闻儿时的回忆 他们会不惜种姿 把看似废铁的老车重新打造 整形拉皮后 看起来比新车还要新 这些车友他们对这个车 真的很宝贝 他们修的车都把它 不惜成本 把它恢复的比新车还要亮丽 初步的话 就光电路跟泡光的话 至少五万块以上 对啊 那整台车呢 整台哦 将近快十万有 开始整理它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啦 这台哦 如果从头换到尾的话 起码应该有超过十万的 整修老车的费用 都可以买一辆新的了 不过二行程机车有个油料燃烧不完全的毛病 会产生清白烟及油臭味 造成空气污染 也危害到人体的健康 根据屏东县过去一年半 机车检验站的验车记录 二行程机车和四行程机车排放污染物 在一氧化碳的比较 二行程是四行程机车的两倍 碳性化合物 二行程是四行程机车的十四倍 细悬浮为例 二行程是四行程机车的四倍 依据环保署的法规规定 全国各县市已陆续研拟 相关使用二行程之落日条款 而屏东县政府也在今年拟定了 发展低碳城乡自治条例 初步规划限制使用二行程机车的骑程 为民国110年1月1日起 这让爱好二行程机车的同好很不服气 基本上是冷车的时候 烟会比较大而已 其实车子起热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烟了 只要起热了以后 你往后面看 但其实是你看不到你自己的烟的 几乎是没有烟的 反正二行程大家会扣上很大的帽子 你这是有座车 你没进二行程要怎样 但我们的方向而不是说 真的是跟二行程这样的对抗 而是走向文化面的方向去打 延续老车情感 今年八月 一场为争取二行程机车继续上路的公厅会 余焉展开 在名义代表的召集下 屏东县环保局长和近百位的二行程机车车友进行一场对话 有人认为在高科技的时代 应该可以研发出解决机车空污的产品 也有人提出逆向思考的建议 那我们把它完全翻新之后 它还可以再骑个50年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的车子就是把旧的持续沿用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犯法的一种做法 屏东县环保局经过多方讨论后 研议以古董车专章的方式让20年以上的二行程机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继续上路 在很多的地方像这种古董车 不一定是摩托车甚至汽车 它也是有它文化跟保留的这个价值 这个条文里面其实是讲到的是限制而不是禁止 减少了甚至于让你更多的不方便 能够检验的次数增加 那这样子慢慢来淘汰二行程的这种机车 不管是疗愈也好还是沟通也好 情感的沟通也好 这股车真的需要我们去保留它 这样子好不好 民事新闻黄明升频道报导